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台北股市来讲 这个电子股是不是能够带来一些比较正面方面的激励 以及包括了期货是不是也会变得相对有称 想要将来必须在这一项头顾的分析师了苏维元 维元午安 维元午安 大家午安 维元来看到这个下礼拜当然题材面是非常的多 从这个期货角度是不是能够看到一些端倪息 并竟台北股市涨过了9100点之后呢 稍坐在这高点稍微休息两天的时间都沉算了小跌 那今天量能冲到了1300亿 但是价却是往下跌的 会不会有一些疑虑呢 对 我想当然伟廷有提到 其实这两天的行情 尤其是今天 稍稍的小跌 对 那我想昨天有特别跟大家讲过 短空长多 应该还记得 所以才讲过短空长多 所以短线会有一些修正压力 可是不用担心会重做大跌什么 这倒还不至于啦 我只是要跟大家讲说 其实大家如果说今天有去看这个报商媒体有讲啊 我们这个财政部长 他都喊话了 对不对 9000点都不死 就不低啦 就没有 他说9000点能够撑出 他都已经讲到这样子 已经讲得很白了 那只是我跟大家讲说 纯粹去依照新闻面 或者是你看到这些资讯去做一个 比如说你看报纸 还是看这个直接看电视讲什么 有时候对你的操作不见得帮助会比较大 那我还是跟大家讲 你看如果说昨天你看到节目就说 短空长多的格局 那今天是不是稍稍的压回 确实是如此嘛 对不对 稍稍的压回 对没有错啊 就是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领先 为什么我们可以提前先跟你讲 对我不是今天压 今天小幅压回才跟你说今天会压回 昨天就先告诉你了 所以有没有差 真的不一样嘛 所以我跟大家讲来 那目前到底 大家会想说这个 6月份的行情 对端午节啊 端午节先祝大家端午佳节愉快 先祝大家端午佳节愉快 那你去看哦 端午节过后 接下来的行情到底要怎么走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来麻烦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脑的一个画面 来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5月30号 5月30号 今天是小幅度的压回 收在9091 收在9091 今天是一支黑K棒 小黑K棒的一个部分 可是呢 目前的一个我们的工具来看的话 K棒还在多空线之上 我写在这边对不对 来 K棒还在多空线之上 所以呢 其实比较好的一个点 来麻烦我们这边拉近一点 比较好的一个 如果说投票你想要做多的话 比较好的点在哪里 压回到这个地方 压回到这个地方 多空线这个时候 就很容易会反弹 什么意思呢 来我们稍微往旁边带一下 你看哦 这个地方你看 压回多空线 多空线并没有变色嘛 还是红色啦 所以跟你说还是多头歌曲 所以你看 一路从多少点 8800点 涨到将近快到9200点了 对 又谈了400点 所以呢 下一次做多的机会 就在这边 对不对 可是投票问题来了 问题来了 那你什么时候 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 压回多空线 对啊 你又没有 你如果没有工具 你不知道啊 真的压回 假设下礼拜二 端午节回来 真的压回到多空线了 你也不知道啊 对不对 所以你必须要有工具的一个画面 好不好 所以 目前的一个长线 整体的一个格局 指数的状况 我还是跟大家讲 短空长多 我还是跟大家讲短空长多 所以呢 短线的部分 你必须运用 这个工具去做操作 你知道什么时候是有支撑 什么时候是有压力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 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每天在节目上面 我都会跟大家讲说 外资的成本在哪里 可是我跟大家强调一下 因为这个是我们客户才有的资料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我们的这个客户 他能够提前先知道 所以呢 如果说想要跟我们同步的话 你如果是我们客户 你就可以先知道 你不会等下说 今天 今天已经看到 这个威远老师的节目了 看到了 可是你看到资料 有时候已经过去了 帮不了你 可是你会觉得说 真的 你有这个资料对你很有帮助啊 好不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电脑的画面 你看一下哦 5月29号 对不对 这个是昨天的 昨天收盘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算出来 外资多单的平均成本 在9103点 在9103点 你看哦 今天是一个神仙震荡整理的一个走势 到了尾盘才开始做一个什么 小幅度的一个压回 小幅度的压回 所以你看一天的航行 几乎都撑在这个地方 对 几乎是一个铁板区 跌下来又弹上去 跌下来又弹上去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跟大家讲 为什么外资的成本 你要知道这个东西 它的重要性在哪里 对不对 你知道这个东西就是 原来今天这个地方会有些支撑哦 这个对于操作帮助会比较高 好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 昨天跟大家讲的 重压点 我昨天跟大家讲说 压力在这个地方嘛 来我们来看一下电脑画面 对 台词多空的重压点位 9136这个是5月29号 我昨天跟大家讲 你可以回去看重播都可以 对不对 上面有写9136今天的最高点 5月30号在9130 也就是说今天你看哦 今天是一个压缩整理的盘 对到尾盘来开始往下 对啊 那就跟我们昨天跟大家讲的一样嘛 短空的格局 对没有错吧 怎么能够知道说是一个短空格局 而且今天的一个部分 到底要怎么看 到底要怎么看 我觉得上次哦 我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对那其实蛮多的这个投资朋友 就跟我说 哎我老师这个小故事很有趣 很有趣 我想要再听一次 因为怕有些 怕有些人没有听到啊 我再跟大家讲一次 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对大家的 这个期货操作观念 蛮重要的 因为今天盘确实比较闷 我们花一点时间 跟大家带一下观念好不好 来 我们看一下电脑的画面 对 有三种动物啊 三种动物 一只小猪 然后一只绵羊 跟一头乳牛 对不对 他们一起关在这个柵欄里面 有一次 这个牧人抓住了小猪 他就大声喊叫 抓住了这个小猪 猛烈的抗拒 抓住了他之后呢 他就大叫 可是呢 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绵羊 跟这个乳牛 很讨厌他的叫声 就说 这个牧羊人 牧人他也常常抓我们啊 可是呢 我们不会大呼小叫 对不对 大家觉得很奇怪啊 抓小猪他就大叫 来 麻烦来 来看我 对 抓小猪他就大叫 然后呢抓那个绵羊啊 跟乳牛 他就他就不为所动 他觉得奇怪 你为什么要大叫呢 那小猪就很很很难过 那我就跟他说了什么 来我们再看一下电脑 来 他说什么呢 抓你们 跟抓我是两回事啊 他抓你们 只是要你们的羊毛 跟牛奶 但是抓住我 却是要我的命 为什么 抓住小猪就是要把他做成牛排嘛 抓绵羊是要他什么 羊毛啊 抓这个乳牛 是要他什么 牛奶而已嘛 所以你看哦 有时候抓一下绵羊 毛被抓了一撮 他会长回来 对 他绵羊 剃掉还是会长回来 对啊 他会长回来嘛 牛奶挤了他会回来嘛 对 那小猪呢 如果做成做成猪排之后呢 他会再回来吗 不会 就在 来世了 就 就再见了嘛 所以 这跟期货操作有什么关联 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跟大家讲 因为偶尔 遇到这种盘整盘 对 可能上下洗刷 你就觉得啊 这个盘很难操作 上下洗刷 可是呢 有时候被拔了一撮毛 可是呢 你只要什么 找到对的方法 顺势盘出现的时候 你这个羊毛全部都长回来了 对 可是万一 你如果是当小猪呢 一直一直呈现一个低买高卖 低买高卖 到最后如果出现趋势盘 像前一阵子 5月22号到昨天 5月29号 一口气涨了250点 如果你全部都是放空的 那真的就变成猪排 真的就变成猪排 所以 这样的一个小故事 就是要跟大家讲说 我们要用什么 正确方式去做操作 所以呢 我们回到今天的行情 来 我们看一下电脑 今天的行情 你看高点在9130 低点 在这边 9086 也就是说高点点价格 其实不是很大 其实不是很大 那 我还有一个观念跟大家讲 你觉得今天航行很无聊 可是我跟大家讲什么 好的交通工具 等于好的操盘工具 这个什么意思呢 有时候行情小 我会把它速度 速度加快 什么意思 行情小的时候 我们用走路 这个叫走路行情 很无聊嘛 有点类似今天 如果行情波动 然后再大一点点 这个可以骑马车 脚踏车行行 对 如果再加快 我们骑自动 速度越来越快 再更快一点 我们来搭一下这个捷运 可是到最后 万一出现什么 波段式行情 急拉 或是急煞 一口气大涨 或一口气大跌 这种叫做什么行情 来我们看一下电脑 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叫什么 跑车的行情 什么叫做跑车的行情 为什么我今天要跟大家 讲这个东西 因为今天是 震荡整理 礼拜五嘛 对 而且又震荡整理 端午节快到了 对 会不会下礼拜二回来 珠洋变色 出现跑车行情 就是它 涨跌的速度很快 就一路下沙 或者是一路大涨 这种行情很容易会出现 尤其是在今天 震荡整理过后 可是呢 出现跑车行情 我们就要用正确的工具嘛 对 我刚才有讲 来 我们来看一下 电脑的画面 你看一下 有时候啊 如果说行情很无聊 你好像在走路一样嘛 对不对 那我来问一下 韦庭 如果你要去这个隔壁 家里隔壁的7 买个东西 你会走路去 还是开台跑车去 走路去 走路去嘛 没那么无聊 对没那么无聊 因为我也没跑车 开车 对 了不起就是 骑几个脚踏车 对比较方便 热火 对 人家讲热火 所以 同学你就会发现 什么样的行情 做什么样的动作 坡动大的行情的时候 你要真正才是 运用工具最好的时机 对 那如果像今天这种 霞浮小震荡的行情 我刚才有讲啊 这个羊毛的例子 有时候被拔掉的没关系 它会再长回来 因为趋势行情出来的时候 它就可以帮你长回来 对 就跟一样 你平常如果去便利商店买东西 对 你也不会开着车 如果你有跑车 我也恭喜你 对 你也不会开着 开着跑车 去这边买东西嘛 你一定是走路或是骑一下这个脚踏车而已 方便嘛 所以就是一样的道理 当小行情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什么动作就小 或者是部位就小 当速度盘出现的时候 动作就要大 好 那我们回归正转 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行情 你看哦 5月30号今天的行情 高低点就在这个地方 9130到9086 好 那我要跟大家讲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们的工具里面 有一个叫做盘整三线 开盘会告诉你 压力中线跟支撑 只有我们的工具才会显示 对 那我要跟大家讲说 今天的工具 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东西呢 压力中线支撑在哪里 我们来check一下 这个地方你看哦 今天的行情套到我们工具的一个画面 来 我麻烦这边 我这个游标给拉近一点 这个白色的数字 写了一个9125 对不对 这个是一开盘就会告诉你哦 而且我把旁边这个字把它标大一点 9125 来我们再往下 这个蓝色的字 9102 对 9102 这个是稍微有一点点压到 那我念给大家听 9102 好 那我麻烦这个全画面 我们看一下 你看哦 今天的行情 来 开盘在这里 然后开始震荡洗刷 震荡洗刷 所以你看 今天几乎都是锁在这个地方 工具的压力 9125 工具的支撑 9102 几乎都是锁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我说今天的行情 今天行情确实比较小 比较小一点 所以呢 你如果说 遇到跑车行情的时候 就要用跑车的方式来做 可是今天 行情比较小 我们就走个路 骑脚踏车就可以了 所以 我跟大家讲 我还有一个观念要跟大家讲 投票不知道你有没有开车啦 或许有或许没有 对 那如果开车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 如果你在一个 比如说你知道 你这个路很熟 假设你要从台北到 假设你要到新土去好了 你是要怎么开 路很熟 你的速度会不会开快一点 会啊 对啊 可是你如果路不熟呢 你就会犹豫 速度是会变慢 对不对 来我们看一下电脑画面 我这个例子要跟大家讲什么 路线不确定的时候 我们速度就放慢 对不对 路线不确定的时候 速度就放慢 可是呢 如果路线你很确定 不用我讲 你速度一定会加快 就跟开车一样啊 所以你 你会发觉到一件事情 因为有时候 像今天是震荡整理盘 这个多空比较难界定 所以要怎么做 多空比较难界定 因为有时候会稍微偏 如果你开车 你不知道说你要往左还是往右 你可能有时候会稍微偏 偏左一下 有时候稍微偏右一下 可是等到你 确定了 你要往哪边走的时候 你知道我往这边走 往右边走就对 上这个中山高就对 你就知道怎么走的时候 你的速度就会加快 那就跟盘面的行情是一样的 如果是震荡整理盘的时候 你会发觉说 路线啊 不太确定 不知道怎么做 可是当路线确定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加快 我们的脚步 什么叫做路线确定 来我们看一下电脑 路线确定就像这个样子 对本周四 你看 买进讯号出现之后 八八九四 五月二十二号一路大涨 两百二十九点 六个交易日以来 对 你照着工具来操作 把它抱住 你看一路上涨 对不对 一路上涨 大涨了两百二十九点 到这个卖出讯号出现 你再出场 就好了 所以每一天行情都一样 你看这个地方也是 偏多操作 多空线红色大户做多 偏多操作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啊 几乎每一天行情 都是什么 一样的一个做法 我们再看一天 对不对 通通都是一样的 来 买进讯号 对就是这个八八九四 后面往上涨 所以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 当我们的方向 确定的时候 我们就要开快一点 当方向不确定的时候 我们就慢一点嘛 对不对 来我们来看一下手板 看一下这边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什么 这个市场 它唯一不变的是 它瞬息万变嘛 这是不变的道理哦 不管说是期货市场 股票市场都一样 这个市场 它唯一不变的就是 瞬息万变 也就是说它都会变来变去 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 会盘整 什么时候会有趋势盘 所以就要套用到我刚刚讲的理论 不管说是开车也好 还是这个 你要去便利商店买东西 都一样 当方向确定的时候 速度就会加快 可是方向如果不确定呢 其实我们可以停看 看一下 对不对 尤其像今天的一个 行情的一个部分 其实 我刚才有跟大家讲 我们的工具 其实也蛮好用的 来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电脑 盘整三线的部分 你看 压力 中线 支撑 只有我们的工具 会显示告诉大家 所以你看 今天的行情 压力 工具压力在这边 工具支撑在这边 所以早上的震荡整理 原来你会知道原来会在这个区间 做一个震荡整理 所以你会知道说原来今天的盘 今天的盘 对你的部位可以 缩小一点 速度 可以放慢一点 当真的波段航行出现的时候呢 你就跟着我们工具 对不对 就像这样子 波段航行 来我们看一下电脑画面 波段航行就像这个样子 就出现一个什么 大涨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要举一个例子 我觉得这个例子蛮好的 来我们看一下这边 这是我们台湾很有名的电影 来 赛德克巴兰 对不对 他得一句经典名言叫什么 好猎人要懂得安静等待 好猎人要懂得安静等待 同学朋友 对不对 今天的盘 比较震荡没关系 因为我昨天就跟大家讲过 是一个什么 短空长多 今天就跌嘛 没有错吧 确实是如此 跌嘛 可是呢 行情不够大 等到大行情出现的时候 您就必须什么 运用工具 来做一个操作的动作 所以我再跟大家讲一次哦 好猎人 要懂得安静的一个等待 所以呢 我认为端午节过后 机会很高 机会很高 所以同学朋友 您如果对我们的工具 你有任何兴趣 都欢迎来做一个恰选哦 好 我们更多分析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居住正味道的料理长 对圆翠的评价是 多层次甘甜 来自清脆云雾 最像线炮最好喝 圆翠日式鲤肠 还有十万人都说赞 含膳食纤维 有助肠道蠕动 圆翠日式鲤肠 在古海中 发掘市场的主旋律 巨洋头部 实现每个人追求财富 和成功的梦想 02-2506-6808 02-2506-6808 哇 圆翠富佑用品奖来咯 富佑双品全面一折特卖 快来台北圆山家园馆 今年的肉粽好美味 把红葱肉燥夹进去 搬一搬包起来 有红葱肉燥的肉粽才真真好吃 牛头排红葱肉燥 哇 玩具七点加年华来咯 玩具童装一折其特卖 快来圆山家园馆 建筑的工程 这是一个素晴的建筑 在这十五万坨的美丽公园的土地 当社会推荐日本的团队 免芯技术 推荐的技术 拥抱十万匹台湾历史博物馆 左返世界民间十四镜头 我将创造台南新地标 五彩冬极 06 396 0222 因为浪漫风格 想起你在巴黎的那个吻 因为音试风格 这个下午 你们都是女王陛下 因为简单风格 用幸福调味就很美味 嗯 老婆不在家 宵夜也少了滋味 HOLA 风格上桌 装盘每一餐的动人时光 餐具 锅具 买一千 限折一百 在古海中发掘市场的主旋律 巨洋头部 实现每个人追求财富 和成功的梦想 022506 6808 022506 6808 你知道是什么 让咖啡片好喝吗 是 那你一起喝咖啡的人呢 答对了 两杯中杯City Cafe 加五十元 送啦啦熊大头绒毛笔 吃到7-11 开打咯 7-11 Snoopy足球联盟 便利贴数千尺 等你来收集 欢迎再来回到国海大银礁 接下来邀请魏玉老师 就今天大盘当中的筹码面变化 稍微帮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多空的趋势 好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今天筹码变化 其实变化不大啦 变化不大 可是我们还是要来关心一下 接下来的行情 他的发展可能会怎么走 我相信这个是大家 所关心的好不好 来那我们来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三大法人的一个筹码的一个部分 现货的一个部分 今天外资是小幅度的卖潮 三大法人都站在卖方 可能跟这个端午节 做一个调节 有一点点的关系 可是总共只有卖超15亿元 其实也没有很多 其实也没有很多 所以我觉得不用太过于担心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期货的一个筹码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三大法人 期货筹码 特别是外资 其实没有什么动作啦 做多147口有跟没有 几乎一样啦 所以呢 进多单来到25000多口 那我们看一下自营商呢 还是什么小幅度的进空单 2384口的一个位置 所以呢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说 目前的一个行情的一个变化 我可以给大家下一个结论 我们看一下电脑 来我们给大家下一个结论 目前外资 还是比较偏多 这个是确实 25000多口多单 当然是偏多嘛 这个很清楚 那自营商呢是偏空 也就是说 它是有点点土洋对作 所以震荡幅度开始会加大 开始会加大 所以我跟大家讲 那我的看法 文威老师我的看法 目前多空线是偏多的 什么意思来我们看 对不对 这个地方 多空线就是红色的啊 那就没有任何的 任何的疑问嘛 多空线红色那自然就还是偏多 只是说 今天小幅度的一个压回 对不对 今天小幅度的压回 因为我想 我昨天已经跟大家讲过 你要特别去留意 特别去留意 因为短线的部分 当然短线涨多了 甚至我们昨天看到卖出去 然后看得到大户做空 那当然我会跟大家讲 今天修盛的机会会有 那确实有 那我们去判断一下 下礼拜 特别下礼拜要怎么看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说 从外资的一个筹码的部分 再加上是我们工具的一个画面 很清楚 还是偏向短空长多 那我们来看 什么时候你多单才要进场 对不对 来我们再看一下电脑 我再跟大家讲一次 你看 要压回这个地方 来我们这边 拉近一点 你看 要压回这个地方 投票票 如果你想要做多的 你想要找机会上车的 苦无机会 对不对 而且今天压回你又不敢上车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机点 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是最好的时机点 可是投票票 问题来了 第一个你没有工具的画面 第二个我们的多空线 它会随着行情而变动 也就是说你盘中 你如果没有多空线 我们的工具的话 你看不 你也不知道说 它到底压回来了没 它不是固定不动 所以你刚才看到画面 就说我知道 我来猜一下 大概就那个位置 不是 不是 因为我们的多空线 会随着行情 而有变化 所以你必须 直接把它带在身边 我觉得这个对你操作 才比较有帮助 好不好 所以你看 我要跟大家报告 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下个礼拜 二 有礼拜一休士 下个礼拜二的重压的点位 你看 因为我刚刚一开始 我跟大家讲 今天的一个部分 你看是不是有验证到 来 我们看一下电脑画面 对不对 这个是昨天跟大家讲的 5月29号 压力在9136 今天的最高在9130 对不对 其实没有差很多点 差6点而已 没有很多 所以我觉得对大家 的操作是有帮助的 是有帮助 所以呢 今天呢 今天的重压点位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重压点位 在9123 9123 投资本 你可以把这个数字抄下来 9123 这个是礼拜二 短线的压力的部分 给你做一个参考 所以呢 我们再回归到今天行情 对 我一直今天灌输一个观念给大家 当什么 无聊的盘 当震荡整理的盘 我们的速度跟部位 就稍微放慢一点点 你部位你本来下 比较多口下五口下十口 你可以减少 下一口下两口 可是当速度盘出现的时候 当跑车航行出现的时候 我认为下个礼拜 很有可能会出现 因为今天都震荡整理 所以代表下个礼拜 很有可能会出现什么 跑车航行 那您就一定要掌握啊 那我给大家看 来今天行情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电脑 今天的高点 高低点就在这边嘛 那你有工具画面 我会跟大家讲 对不对 我们工具一开盘 会告诉你压力 中线跟支撑 只有我们的工具 只有我们的工具会显示给大家 就会看得很清楚 所以你看哦 今天的行情 我们这边来 我们这边再拉近一点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次 对不对 9125 对这个白色的数字 没有错吧 9125 来我们再往下一点 9102 这是我们工具的盘整三线 它会告诉你说 今天开盘 你会知道说相对的支撑跟压力 来我们看一下全画面 对不对 所以今天的震荡整理 是不是几乎都框在这里 今天几乎通通都框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每一天 你只要看到说工具的画面 大货能量 你就会很清楚说 知道怎么操作 所以来这句话 来我们看这边 还是跟大家分享一次 这个市场 它唯一不变的是不是 瞬息万变 这个市场唯一不变的 就是它会瞬息万变 那也就是说 礼拜二的行情 你要怎么知道说开盘 我到底要偏向哪个方向 盘中的变化 盘中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再举几个例子 其实很多 很多例子我可以一个一个 讲给大家听 你来看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电脑 盘中的例子 你要怎么做操作 像这个地方 买进的讯号 5月22号 往上涨 对不对 往上涨 那一样啊 5月21号 其实每一天行情都一样 往下跌 对不对 你看到工具的讯号 卖出讯号 往下跌 跌了49点 这个地方 低档瓜里反弹 38点 这边也是啊 买进讯号 也是反弹 28点的一个位置 所以你看 每一天的行情都一样 对不对 5月23号高档瓜里 所以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的这个行情 太多天了 太多天了 所以呢 你如果有任何兴趣 我觉得说 您直接 来看一下工具的画面 你就会很清楚 你就会很清楚 所以呢 这个观念来 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次 我们看一下电脑 当我们路线不确定的时候 速度就放慢嘛 你开车的时候 路线不确定 速度就放慢就好啦 可是等到我们路线确定的时候呢 速度你可以加快 对不对 速度你就可以加的速度 你本来下单的速度 跟什么操作的速度 就可以加快 因为今天是什么震荡整理啊 就跟我刚才讲了 羊毛 或许你被拔 不小心被拔掉一撮 没有关系啊 它会长回来的 我头发你放心 它会长回来的 牛奶不小心被挤掉了一点点 它也会长回来 可是万一 用错误的方法 你变成小猪 对不对 什么叫小猪 直接被抓去 当成猪牌 那就一切都毁了 所以 为什么我今天要跟大家讲 这么多的一个观念 因为这个跟期货操作 我希望投资朋友 可以在期货市场上面操作 能够什么样 长长久久 真的能够长长久久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您要怎么样运用 正确工具 来做一个操作 所以我跟大家讲 欢迎大家用正确工具 调整好您的心态 您要的就是带回去 可以立刻上手工具 不用再花任何时间学习 欢迎大家一起来跟上 好 更多分析区 鎖定下礼拜 再来这个节目了 我是韦庭 感谢您收看 我们再会